好了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山东舰的驾驶室了 大家都知道驾驶室是舰艇航行的指挥和操纵部位 那么航母这个庞然大物在海上又是如何被操纵的呢 汽车在公路上行驶用方向盘控制方向 舰艇在海上行驶用操作仪把控航向 但航母上的这个方向盘可不一般 它有着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而这些操作也不是靠舵手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 它需要多个部门多个站位协同配合才能够完成这个操作 从驾驶室出来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山东舰的华物中心 这是全舰唯一一个全部由女舰员组成的班级 出海的时候呢手机是无法正常使用的 但是如果家中有急事 我们也是开通了一些卫星电话 供大家与家人取得联系 所以我们的钢铁巨舰也是很有温度的 在舰上那联系方式就更多了 我们有这样的内部网络 生活电话 包括像我手里现在拿的这部移动终端 这样呢随时随地的取得联系 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读书使人进步 山东舰也有自己的图书馆 这里是大家休息时最喜欢来的地方之一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书架上各种类型图书能够满足舰员们的读书需求 邮局呢是由我们通信部门的同志负责管理的 他们每天帮助大家收发快递信件 当然了还包括鉴赏包刊杂志的领取分发工作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鉴赏的超市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些货架上物品的摆放 虽算不上是琳琅满目 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舰员们可以在这里买到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 很受大家的欢迎 时间不早了 快到吃饭的时间了 咱们现在往前走 看看吹石斑的同志为我们准备了什么 今天中午给大家准备的菜品有 红烧赤根 木耳炒苦瓜 海带结 炖排骨 西兰花 炒虾仁 干烧鱼段 还有青炒油麦菜 主食呢是花卷米饭 还有我们自制的面包 这边呢还有汤和水果 我们每天保障七顿饭 早中晚三顿正餐以外 还有两次煎餐和两次夜餐